在今天的日常生活当中,还是习以为常。 尤其是,因为今天我们是理学的会议,但是走出这个会场,或者在其他的一些学术领域,可能这个情形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一样的状态。 所以这些问题呢,我们在至今来牢牢的占据了许多人的头脑。 五次以来,对古学的分发球班的打击,使得传统文化的生育和知识分子来建立的自信,一落千价。 所以,这样一个今天的回顾,或者是一个众主的经历,在进入八年代以后呢,逐渐得到了一些反思和经历。 所以,今天我们对五四岭时代的一些问题,也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和认识。 那么,我们回顾这个所谓现代主义的这个背景之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就是所谓这个保守主义的问题。 那么,这个按照曼海恩的这个描绘,这个保守主义呢,和一般的传统不一样。 这个传统主义呢,譬如说,不变新属性。 而这个保守主义呢,它是特殊的历史以现在交流的现象。 所以,在中国的这个十九世纪末到二世纪早期的这样的意识背景之下,所形成的这种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 那么,它有它很多这个独特之处。 就是在这个四眼方式上的独特性。 那么,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政治的这样一种,或者是这个时代的这种强力的一种回应。 那么,它这个那个传统的很多心理,还是反思。 那么,构成的这个中国文化,就是从古典形态,向现在卖进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源。 因为,我们看这个在新华运动之后的这个所谓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 它不是握手现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现状的这种政治保守主义。 那么,它有它的这个独特的这个价值的一个建筑和追求。 比如说,像熊先生, 曾经在现在中国的这样一种文化姿态和它的政治立场,就是一个显力。 那么,我想在这方面呢,中国的这一几代知识分子,可以说都表现出了和那个中国传统的这样一个文化之间的深刻的联系。 那么,文化保守主义对传统的这种自尊和维护,随着西风建筑和传统文化的日趋势实施,而表现得非常的强烈。 传统文化越直接没控制,这种自尊感和维护感就越是强烈。 所以,这个从中国现代的文化对景来讲,就和年龄主义的交流。 那么,近百年来,中国所见的这个危机和传统文化, 所有的復元,恰恰给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和繁衍,提供了这个渤混和污染。 这时候,我要讲的这个音乐方面,或者说在一个像全盘西化的套路这样一个时代的情绪。 那么,第二个形态,或者第二个阶段,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大律题上走中心会公之路, 或者说,也是那个现代新武学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方式。 那么,是走这个调和的。 那么,这个调和的过程当中,它和那个现代主义的形态有很多交叹和重叶的地方。 当然,这个比例或者这种方式呢,要有一些变化。 那么,如果说早期呢,是有限的来选择这个传统的一些因素。 而主要的这个变向是考虑这个西方的移植的问题。 那么,到了这个今天,那么这种汇通方式呢,可能慢慢的移植, 方式的这个重大的变化。 在今天中心会中已经渐渐成为时代的古潮。 那么,现在新武家群体,从学生计到摩托三, 它基本上都是有些融合的路。 那么,他们对这个现代主义是一种批评的态度。 那么,这种这个和全方式化, 最上的过程的现代新武家是非常重要的特征。 所以,发生在这个现代语境下的这个调和主张呢, 始于新华运动时期,但是在随后的素质年中, 我们看它实际上始终是笼罩在现代主义的能重的阴影下。 只是到了晚近的这二十年,那么这种这个独立性, 或者它这一种更特殊的方式呢, 越来越有一个社会的这样一个影响, 可以说是建物家族, 那么也成了达世、罗路、共识的, 作为流行的一个当代的这个社会思想。 那么这种全方式, 实际上是面临着, 这个和其先生所谓的那个中西普清, 这样的十字打开的这个局面。 它有时代与我共识的挑战, 那么同时呢, 这个又要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呢, 作为一种现代演技, 一种适合思维, 以及一个分析的批判。 那么把破碎画和片档画的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材料, 来重新现代西日日时代的发育场里面。 使得这个这个, 就是这个这个, 就是这个这个, 就是这个这个博物馆画的这个家呢, 能够起死回生。 那么就传统辱学的这个主导型, 心学而言, 专闭收场的一直终结以后呢, 这意义上已经没有了, 那么也没有了一个现实的性存。 所以承载和运转人家思想的这种方式呢, 在我们看这一百多年, 在不断选取和不断探索的状态当中。 那么在早期, 可能更多的是一个, 这个历史学的处理的方法, 就是把这个儒家的材料, 编织成为各种这个史料, 或者新的这个所谓的理学史的建构。 那么在现代学术方式下, 来研究这个理学发展的这个历史。 变成了一种历史性的这样一种对象。 所以它也是, 这个复健在这个所谓现在的这种, 学术的这种方向里面呢, 所谓一种边缘化的知识。 这样这个, 这个辱学的非经学化, 和辱家思想的虚众方式的转移, 那么成为相当长的一个时段, 辱家身份能否通过时代就过滤和有效, 可能成活的这个陈迹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这个新辱家的发展, 它基本上是走一条哲学的路, 就是用思想提供的方式, 将辱家经典的研究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 尽量地把它淡化, 有意地抛开传统经学的特定与性趋势办法和外在形式。 而更为重义的是, 怎么去提举这个辱家的精神性因素, 会出现它的思想性, 以显示它能够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这些价值。 当然, 新辱家的哲学方式在今天也是一个讨论, 或者是有某种争议的问题, 但是我们看当代辱学向哲学的考虑, 它是有其时代的必然性, 因为二世纪的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 使辱家思想责乱以扎根的鼓壤之间的平积, 远离了人们日常的生活。 这样一种玄制的边缘状态, 那么要使得辱家资源, 这种思想的碎片或者飘喝观念, 能够得到一种佛系。 那么, 这样一个现实就逼使对辱学研究走向更为观念化的读程。 所以就以思想的抽离和其从作为应对现实挑战的一个思想方式。 所以这个场域的收缩和思想飘移的过程之中, 从当代新的家人物有这样一个选择, 那么它是有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在一起。 所以这种所谓去向高度悬丝化的一个方式, 或者说远离有一个扫生性的无可奈何, 或者是这个所谓从学术学院化的一种形式。 那么它是在这个现代学和现代知识形态的格局当中, 来募辅了一求之地, 募求一席之地。 就是哲学的这样一个叙述里面保留它的职业和身份。 那么这样就适宜了鲁家思想形态转现的需求。 这种荣纳鲁学的素材, 得到现代皮肤的一个形式, 找到了某种意义的安生场所。 所以新鲁学把这样一种方式尝试着延续其生命力的选择。 所以在今天我们重新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如果脱离了时代的废存, 单纯地去指责儒家的所谓的宣词或者宣言化, 我觉得是不合适的。 那么使得这个当代新儒家的哲学化的宣词工作, 我们看今天他也不是一个扫班系的。 包括对西方学的吸纳, 他也是为我所动式的戒拿。 虽然说像熊先生那个时候, 他的体积方法在国人本的反应, 判证相合之处, 甚至在原人物识的判证部分, 比如赵猫画的词字陈诺。 但是他始终区别自己的学学和西方的学学的差异, 那么强调这个文化, 到了唐摩以备, 西化程度好像要远高于群梁。 对西方哲学的希腊, 反向达到了一个很深的程度, 甚至产生了某种依赖。 这个在今天也被很多保守的一些研究者所指责。 但是唐摩对西方哲学的一种希腊, 西方哲学家的一个, 他实际上也是否定所以批判大的学习。 在关键之处呢, 还有他的划冲的界限。 所以, 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的哲学画录像, 并不是对西方哲学的简单移植或者出现模式, 也不是完全拿西方的哲学来解决中国的传统, 更不是中国思想的西方化。 那么这种现代化努力, 它是适应了这个时代发展的趋势, 和新学乳建筑的要求, 为乳学的现代转化呢, 做出了一个常识, 也为中国思想的现代发展提供了某种典范。 一方面, 它回应了西方思维的挑战, 也在意识程度上保留和发掘了中国武家的精神。 这是这个第二个形态。 那么最后一段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 或者说尤其是九十年代之后, 在这个新武家的这个印象之后, 所兴起的各种各样的尝试和努力, 在今天的这个非常多彩。 那么我把它称之为批判的传统分别, 就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 尤其是九十年代之后, 这个中国从经济的这样一个学起, 向大国的这种逼越和声称的脉迹。 那么可以说, 乳学在我们当代的这个话语当中, 获得了一次历史性的转折。 在这样一个申请之下, 乳学发展的这个形态的一个新的选择, 也提到了我们的面前。 刚才程先生说, 这个以往的这个所谓三期说, 然后他就接着说, 我想到今天呢, 这个都是我们要重新再去思考, 或者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个时代, 这个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那么, 这个新的这种趋势呢, 我对他的观察就是, 他批判这个以新的家为代表的中西条或紫条, 这个也批判这个现代主义的这个旧路, 而是要选择或者创立一条新的恢复传统的路。 那么这样一个努力和方向, 在今天呢, 这个已经有很多线索, 可以去分析, 有很多这个事迹的显现。 这个批判的常动只是在面对现在式的姿态上, 和调和的一种中西汇通态的稍比相向, 理性分析的立场呢, 可以作为西方的这种具体情绪的一个调整。 就是他们基本上认为, 一个社会只能有一个主体, 必须回对到自己的本身性, 而不是这个中西的一个调和。 这种批判性的这个自我反省, 他对所谓的以西化中, 或者以西世中的这个方式呢, 做了很多这个检讨, 做了很多这个批评。 所以这个批判的这个传统语, 相对于这个成熟的现代主义, 和中西汇通语来讲呢, 好像还处在一个所谓的意识汇聚的状态之中。 就是大家都有这种想法, 或者都有隐隐约约的一些观点, 但是呢, 还不那么清晰和明显, 因此在思想主张和学代表分上, 还缺乏先进而又统一的特征。 那么在当下的有些实现中呢, 其理解的路径和导达的方式呢, 也是做成其次散漏无序的。 这是我的观察。 那么从表面上看, 这个批判的传统主义, 好像仍然延续了求愿与传统的策略, 甚至有一种私生相识的复旧感, 好像是又要回到传统。 但是实际上, 这种新的思考和相当荣誉的呈现, 它是代表了现代性反思的最为前沿的风向, 是建构的传统, 而非简单地回归传统的旧的历史。 我想这方面, 像哈维瓦斯, 他包括后制民的很多, 在九十年代的一些移动剧, 都从这个问题里有一切的关系。 像萨耶德就说, 身份的建构, 与社会中的权力工作联终在一起。 身份建构绝不是一层从学术的随想, 我们今天对武学的可放, 对武学复兴的这样一个章艺。 是从今天中国所面临的这样一个时代的大合群联系在一起。 所以我想这个是它的一个背景。 在今天的全球化的时代, 各种流行形态高度融合, 各种文化模式也错综交绘。 所以这个就决定了我们今天所谓的重新的这样一个思考, 它应该是有任何财产性的地方, 任何财产性就是不可行的。 所以这个乳学复兴和近代以前的乳形形是一样的。 那么恰恰相来, 我们今天弘扬的这个乳学, 它是在更大规模和通心词的自杀, 来吸收人类的各种优秀成果。 所以乳学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时代, 所谓的那个, 包括对那个, 这个贵宫的问题的一个反思, 等不同种程度的阳气。 它也不是要回到这个旧的, 这个复旧的这种东西去。 它是一种新的主法。 所以基于这样的理解呢, 我们对今天的乳学复兴中所出现的一些偏执的, 或者狭隘的观念, 反而觉得是一个优秀。 比如说, 试图将乳学宗教化的这个倾向。 那么这些问题呢, 在今天, 可能又引起了很多思想上的一种。 或者说, 对这个复兴这个, 这个乳学, 这个正确的这样一个道路, 一种挑战。 那么这个, 我想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呢, 现在大家都在思考。 那我再跟他提出来。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想想。 谢谢大家。 谢谢。 那我们下面, 最后一月, 就请节目。